安德高中国中部美术班是基隆地区唯一设立国中部美术班的学校 一年一度为期六天的成果展 今天在文化中心第三次陈列式展开 题材包罗万象共展出78件作品 欢迎民众请往欣赏 同学发挥创意改编世界名画 有达文西最后的晚餐 米勒的十岁 毕卡索的丑角及其伴侣 波提茄莉的维纳斯的诞生 和这幅夏卡尔的乡村与我等等 这些都是国营美术班同学 以名画变装秀为主题的创作 我们这次做的这个主题叫做名画变装秀 那名画变装秀主要是就是 把一些以前画家 做比较有名的画家的名画拿来做改编 那加上一些自己的想法 还有自己可能平常习惯的一些元素 然后让一些名画有翻新的感觉 那比如说像这张画 是夏卡尔的乡村与我 那我就把乡村与我里面的一些主角 改成史瑞克里面的人物 那可能就是让他感觉比较可爱 然后跟以前会有一些不太一样的感觉 安乐高中国中部美术班 一年一度的成果展 下午在文化中心第三次 陈列式乐闹开幕 展出题材包裸万象 包含西画 版画 平面设计和油画等等 七十八件作品 今天是我们安乐高中国中部美术班同学 的一个成果展 我们的作品总共有七十八件 包括了西画 油画 漫画跟设计类的作品 那么这作品当中还区分为两个部分 有我们小朋友的自己的创作跟访所有的世界名作的一个创作品 那我们欢迎所有的市民朋友来观赏 也一起为我们安中的美术班的小朋友一起来加油 我想他们的作品绝对值得一看 展览作品中不法入选全国学生美术比赛的优秀作品 像是标语琴同学的素描作品 合护 我的主题是妈妈跟小孩还有一个就是幼苗 幼苗像这样是小孩 然后小孩的成长是需要很多很多双手去扶持 然后去照顾的就如同这幅画 然后它后面的拼图是指记忆 就是一片一片的拼凑起来 就像是这幅画一样 然后这幅画有进入全国美展入选 开幕场会上贵逼引擎 肯定同学在创作上的努力 那国中在这里办这个非常有益的茶艺展览 那这个也是对一种学生的鼓励 尤其是家长也来参与 那我想在文化中心这么好的场地 也鼓励学生能够尽量发挥他们的茶艺 让我们市民朋友共襄盛取 现在小朋友他自我想象的空间非常的大 不像我们过去所学的艺术方面的美术方面 是要用临摹的 那现在小朋友只要有一点点基础底子 他要借用自己的想象 发挥他自己的一个艺术的境界的空间 还利用现在现有生活上的一些材料 去加入在里面的这种意味在里面 使这个作品产生非常大的一个多元化的一个展现 安乐高中国中部美术班程国展 在文化中心第三次陈列市 从9号一直展出到14号 欢迎明咒一同来参与安乐学子的一文饗宴 记者郑君云测榜报道